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的战争 现在出动了无人机 那双方的战备现在实力如何 其实哈马斯 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的 这个所谓的纠纷或者是冲突 就有点像俄乌战争 只是现在哈马斯是乌克兰 它比较少 比较小 但是呢不同的是 乌克兰是被打 哈马斯是打人家 对 这是不同的一点 所以说他现在使用了很多 乌克兰战场上所学到的东西 那我先讲吹毁多量坦克 乌克兰坦克不差 乌克兰坦克不差 不是 讲错了 这个以色列坦克不差 非常强 它这种坦克 我们一般的坦克 就是只能做四个成员 车长 射手 装填手跟驾驶手 它的是4加6 它的战车可以多做六个步兵 那六个要干嘛 六个步兵就是遇到 可以载这么多 对 它可以多载六个人 所以它是应该是 目前世上最重的坦克 对 它后面可以多载六个步兵 就是遇到困难地形 六个步兵下来 可以帮忙排除战车的困难的地形 所以说它为什么被打掉 被无人机打掉 被打掉 无人机真的 对 在现代战争超重要 因为我这样讲 它可以4加6 所以它前面的战车的主炮塔 相当的坚固 上面还有防止各种攻击的电子系统 可是它后面这个车厢 就是一个小小的一块区域 是在步兵的六个人 那个地方的装甲防护力比较薄弱 所以就用到了无人机 它这个哈马斯就是一个小型的 双轴的无人机这样飞起来 上面吊着一个穿甲弹或者手榴弹 就丢到后面 它搭乘步兵的那个比较薄弱的地方 就把它炸掉 炸掉 然后步兵虽然说 这个可能都死亡了 可是前面4个战车兵还是在的 所以你看那个战车后面 在烧火破破的还可以往前走 对 这就是 但是对哈马斯来讲 就士气大增 你看我多厉害 我那个小小的无人机 就可以把这个以色列 这么先进的战车 把它给打烂 哈马斯真的筹备两年 真的准备的很充分 他就是借用了乌克兰的这个优点 但是呢 我觉得以色列这个战车 我觉得还是厉害 他即使后面的再步兵被打烂 他前面的炮塔一样有战斗力 可以继续打 跟俄罗斯的不一样 俄罗斯整个训报炮塔飞起来 他没有 他只有后面步兵的部分烧火 但是呢 他前面的战车的火力还是在 这才是 那但是你说这是不是一个 这是不是一个俄乌战争 所引起的小打大的一个方式 所以哈马斯有学 他真的有在学 对 他真的有在学 所以说要把整个哈马斯 整个给消灭 说句实话 以色列可能要另外 寻找一套新的战法 否则会很累 我觉得这个战争看起来蛮恐怖 对 以色列没有要跟你散罢甘休 要全力猛攻 这是石崎刚刚讲的泰迪熊 对 他为什么叫泰迪熊 一定很多疑问 好可爱 为什么叫泰迪熊 我告诉你 泰迪熊的娃娃 他99%都是做的 对 对不对 对 你看他下面有个泰迪熊坐在那边 哦 对 哦 一个泰迪熊 他都是做的 所以你看他后面大 下面重 上面轻 像个泰迪熊 哦 是因为这样坐着 对对对 这个推出的这个铲子 就像泰迪熊的手 这就像泰迪熊的屁股 坐在地上 我们画面上就是泰迪熊 对对对对 而且呢 他有个特点哦 他向后跑比向前跑得快 为什么 对对 那他干嘛要往后啊 对 他向后跑比向前跑得快 因为他向前的时候是在 开这个排除障碍 你知道他最厉害可以推掉什么 他可以推掉一个两层楼的房子 再把它推倒 哦 两层楼的房子都推得倒 他可以把两层楼的房子 直接把它连根拔起推倒 哇塞 但战车就可以过了嘛 因为不然后面跟着战车部队嘛 他过不去啊 被房子卡住了 所以他可以把整个两层楼的房子推倒 产平 对 然后有一些地下碉堡 有一些出口没有 我虽然无法破获你地下碉堡 可以把你出口整个铲掉 让你埋在下面 所以他有这个本事 他的残土力相当强 这是以色列的独门武器 那为什么要向后跑 比向前跑快你知道吗 为什么 当把障碍排除以后 后面的战车是不是要攻击 对 那你向后那么慢 战车怎么超越 所以战车假如让开就 咻就那个 有没有看过 让路就对了 嘿呀 瞎子 瞎子不是 你看瞎子向前跑得快 向后跑得快 瞎子向后跑得快 嘿呀 你要抓他 瞎子是往后倒爛的 是哦 对 他把前面全部推完 推推推推 推完之后 对不对 战车要超越攻击 你挡在那边怎么办 倒爛 了解 把空间让出来 赶快闪人 对 然后等到战车攻击 又遇到了障碍的时候 对不对 战车让开 他又出来了 然后他这个 他这个铸铲 这个铸铲是超级防弹的 你根本打不了 连地链都炸不坏 真的啊 就直接炸 他连根把你铲除 所以他这个排雷非常快啊 你步的再多雷 我直接两层多的房子 都可以推倒 你那个雷算什么 他一边推一边蹦 而且他本身这个里面 你看这里面的装甲防护 对这里面是什么啊 这里面是驾驶 驾驶兵 驾驶兵 而且这个驾驶兵很奇怪 这个泰迪熊的驾驶兵 90%都是女生 为什么 因为他防护的很好 女生通常不实施 正面的战斗部队 他实施战斗支援 这就是战斗支援 所以里面驾驶泰迪熊 推土机的97%都女生 而且长得超漂亮 对我看过好几个 什么啊 真的真的 歪楼了 驾驶兵真的都很漂亮 这是以色列的女兵 说不定都是像 盖加多尔那种等级的 对 超强的 对 他每次出来宣传 这辆挖土机的都是女生 对泰迪熊比较可爱 所以女生开车 一样有战力 很可怕 女生开泰迪熊 其实很勇猛 对这就是 这个梅卡瓦 就是我刚讲的 这是超强的战车 大家可以看这前面的炮塔 是你觉得打不爆的啦 所以他躲的 他要打的是后面 就算烧后面 前面还是跑 对前面可以继续跑 这是事实上 事实上目前最强的 那他因为后面被炸掉 所以他马上是说 哦 我有辱获一台 他辱获一台 对被他抓走了 可是以色列走以前 把里面所有的 全部打蓝 这就是跟俄罗斯不一样 俄罗斯被辱获 里面所有的 这些全部都已经被抓到 他被抓到一样之后 他把里面的 所以他马上是打到一样之后 所以他马上是打到一样之后 这就是以色列 我军人我觉得会大事 他不会投降 对 他也不会说 好 我要这个自首 然后我就可以活下去 没有 就是外面这个都一样 对 他的后面 后面可以带走 对 他现在是把炸台移到后面 他这就是把炸台移到前面 所以他后面有匹小湾 是在户兵 他是可以打开 户兵可以进去的 一跟一般的战争不一样 哇 好酷哦 实际上最强 而且他的奥塔上面 所有的电子设备 是310 有点像我们车辆的环兵 他310 所以你所有的人要接近他 他全部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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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如果说他的战车上的武器 没有办法射击的话 他后面的步兵会出来 嗯 直接以战车为掩体 然后把它射击掉 对 所以这战车上面 如果能够再步兵 这是我们装甲部队 梦寐以求的做法 对 对 因为你有人帮你排除障碍啊 对 你有步兵啊 你有那个特弹兵 那以前的战车就是 他的因为周围会有死角嘛 对 如果有人走到那边 他破坏的子弹就完了 对 他的后面小门打开出来步兵 把他给兵力杀掉 杀死后 他再回来 再继续走 看起来好新闻 对 所以说 哈马斯就想尽的办法要破坏它 因为你用火箭弹打不透啊 这个正面火箭弹根本打不透 那你用所谓的 像之前在俄罗斯 那个里面所有的穿甲弹 从顶上打 他打下去 他无法训爆 他无法训爆 因为他这边有所谓的 电子防护系统 他会提早引爆你 所以怎么办 只好用传统的无人机 吊个手榴弹 炸炮塔炸不了 就炸后面步兵的地方 了解 对 所以你看所有被炸毁 燃烧的都不是炮塔 是后面 是后面屁股的地方 对 是后面 然后这台战车的引擎 非常奇怪 它是在底下 所以你也烧不到引擎 平常的话是在 是在后面 它平常后面是引擎 所以你引擎一烧 车就失去动力 它的引擎是藏在肚子底下 保护的 有保护力 所以你炸后面 上面是成员 所以六个人可能都阵亡了 但是战车依然有战力 即使被掠获了 它里面所有的电子系统 它一个扭全部炸毁 你无从征收 也不能收集 好的 感谢于将军 所以这一场哈马斯 跟以色列之间的战争 双方现在看起来都 还是蛮猛的 所以这也使得美国 赶快要飞到中东 看看有没有一些 可以调停的方法